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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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女兒呢 明天要做人生第一次的開刀 那我身為爸爸的呢 也是第一次呢 安排一個小手術 然後要幫女兒動刀這樣 那為什麼呢 她需要動刀 是因為呢 她的嘴唇這邊呢 有兩顆 然後是小的那種 小肉瘤 那她俗稱叫做 脫衣腺囊種 那這脫衣腺囊種呢 主要 她為什麼會產生呢 是因為她之前吃東西的時候 吃很快 或甚至是不小心的時候 就會咬到 那這邊可能就是會受傷嘛 那當她去舔啊 或是甚至是 下次再去咬到她的時候呢 就會有其他的組織 然後跑進去 變成一個保護她的一個組織 嘴巴這邊比較多的是口水嘛 所以她的口水呢 大部分跑進去 那產生兩個這樣的小肉瘤 那造成呢 她自己覺得說 有時候講話或吃東西的時候 她覺得我都會碰到 我們就問過她 那你有沒有決定要把這東西拿掉 OK 那我們看一下 蘇在那剛剛出來了 然後呢 她跟我說 她平常在學校都不睡覺 都在跟同學聊天啊 然後玩啊 那我現在看到啊 她要她媽媽抱 我出來了 我出來了 後面這邊呢 就是石牌的榮種 然後這邊對面呢 有一整排啊 全部都是賣吃的喝的 就是究竟方便醫院的人啊 可以吃飯啊 或甚至是在買一些小東西 然後在這附近享用 口氣呢 口氣 那你需要我幫你做嗎 要跟你加油加油嗎 那你手術還跟妳加油加油嗎 那她現在手術已經完成了 所以她需要用冰敷帶呢 冰住她的傷口的部分 那因為她裡面傷口呢 切掉之後 然後有縫線 那下週之後才有辦法拆線 所以她這一週呢 沒辦法講就是 太多話 甚至是不能講話 那也盡量啊 避免就是嘴巴有去拉扯啊 或是甚至是 有一些就是讓她會線會掉的動作 爸爸 你偷講事情對不對 不過今天還蠻出乎我意料之外的 她竟然呢 坐在那上面啊 就是在動手術的時候呢 護士跟我說她竟然 連她手都不抓 然後一點也不緊張 然後就這樣動到完全程 大概是有十分鐘左右 你今天都不會緊張喔 哇 那你跟我說如果 我 我 我沒有合作的話 那我就會很久才會拿 對啊 哈囉 那今天呢就是蘇黛娜她 嘴巴那個線啊 要拆線的日子 所以呢 今天呢我們就要來記載 她今天拆線的結果如何呢 那上次啊她在開刀的時候呢 她先吃了牛肉麵 然後現在呢要拆線的時候要先畫畫 她感覺就是老神在在的 完全呢都不在乎說接下來 可能要面對什麼樣的東西 因為她都能夠面對 會不會出來呢 爸爸 這個是媽媽 然後這個是她的小孩 這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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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穿一個裙子 OK那現在她簡單的已經拆完線了 只是把那個線頭拉出來而已 雖然給大家看一下 嘴巴的部分 你 來你自己拉出來 OK那 嘴巴已經預可了 你真的很強耶 真的很強耶